找不到老婆怎么办 建议考虑这几个地方 那么第一个是越南 很多四十岁左右的大叔 找了越南的二十岁妹子 越南男人比较懒 国男人有年安性和优势 第二个是老窝 老窝是女多男少 老夫少妻非常常见 而且老窝的男人也非常懒 国男的过去基本上是完胜 第三个是泰国 女多男少 而且热情奔放 易接触到女朋友 首到亲来 第四个是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女多男少 而且女人开放好爽 男人后久不过家 国男的过去明显优势 第五是巴基斯坦 只要经常出现在人群当中 并且表明自己是中国男人单身 就会有人主动跟你介绍 第六个是尼巴尔 人均一月只有几百的收入 这些妹子都想认识来自中国的男人 第七个是缅甸 缅甸的内容不大 国男能给妹子带来稳定美好的生活 第七个是尼巴尔的 第七个是尼巴尔的 这些人都想认识来自中国的